同样在非洲为台湾打拼 我们要看南非与赖索托两个国家的边境上 有一座小镇学校每天升起中华民国国旗 为什么呢 先来看赖索托在哪里 它被南非共和国给包围起来 是全世界最大的国中国 来看紫色的这一块 面积30,355平方公里 比台湾小一点 人口只有215万多 过去由于跟台湾有邦交 有不少台商前往当地发展 其中有超过半数都是从事纺织相关产业 千几年前后 美国推动非洲成长机会法案 开放赖索托的纺织商品 可以免关税免配额的进口美国 于是许多台商的成衣纺织业者 把握商机投资非洲 用非洲天然棉花以及台湾采购的原料 向美国出口产品 也让赖索托赚到外汇收入 而成衣制作完成后的纸箱包装 以及汽车货运则是由这位台商 吴松博接力 整个串起台湾人在赖索托的完整产业链 不但成为赖索托最大的外资来源 占比将近九成 而且还提供赖索托就业人口四分之一的工作机会 每年创造外汇超过十亿美元 比较特殊的是 这一群在赖索托经商的台桥 大多是住在南非境内 因为赖索托在上个世纪末发生两次暴动 造成数十名台桥受伤 当时吴松博挺身而出 与怀孕的妻子共同协助撤桥 逃往边境外的小镇 后来大家就住在这个淑女镇上 变成每天出国到赖索托上班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 后来渐渐的吴松博发觉 自己的下一代需要学习台湾文化 于是募资新建一座台商学校 并且出任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 与乔务委员等职务 自己与妻子温玉霞也接连担任立法委员 横跨非洲与台湾两地接力服务桥界 来看台湾人在赖索托的奋斗故事 鼻子 鼻子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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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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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其耳朵 张开嘴巴 这群南非学童大声念出华语词汇 殊胜朗朗的将士门外棋赶上 南非国旗与中华民国国旗飘扬 位于赖索托与南非两国边界上 这间学校说着台湾人的故事 OK 好好 刘理英语跟南非即时沟通 身兼赖匪台商学校董事长的吴松博 周末不休息亲自到校园监工 名字刻在校舍墙上的碑文 将近三十年前 吴松博抛砖引玉四处募款 向当地政府购入校地 他始至为当地台商盖一座自己的学校 第一期完之后 再来我们就盖第二期 第二期是我们的那个 侨民的活动中心 还有学生的活动中心 那个第二期完成之后 就盖第三期 那在我董事长任内 我就把这三个工程 三个工程全部都拿完工 七年之间 吴松博从零开始 盖出一万平方公尺的校舍 维俄总理的台商学校 位在南非境内 名字却以赖索托的赖子开头 原来校园所在的淑女镇 就在赖索托与南非边境 开这半小时内 就能抵达赖托首都马赛鲁 但许多台商 来到这里的第一站 是难免中心 我国驻赖国的大使馆表示 来自台湾的侨民 有一二十人受伤 包括台商在内的外国商店 被抢被夺的事件 时有所闻 因为赖索托 他最近 他这个政治不太安定 而且这个 这个劳工方面 也遇到很多的麻烦 站在妻子温玉霞身旁受保 吴松博经历1991年 于1994年 赖索托两次暴动 当时才刚成家的吴松博 与温玉霞夫妇 白天还在上班 夜里总忙着撤草 是我太太温玉霞 她在这边 那时候还挺着 大肚子在关卡 帮忙撤草 那那个 陈俊玉还有 陈俊玉委员她就在里面 然后我温玉霞 她就在那个 关卡这边就接到那个 那时候有一个难免中心 乔吴资讯委员陈俊玉 当年留在赖索托境内奔走 动荡之下 大批台商迁去南非境内的 索女镇 却没有放弃在赖索托境内的事业 住在索女镇的台湾人 如今每天出国上班 就是每天都要盖四个章 进出都要盖四个章 所以我们的副照 差不多都三个月 就要换一本线副照 局势平稳的赖索托 人们发现这群台湾人 让家园热闹起来 只要在下午五点钟 来到首都马赛鲁的这条路 计程车抢着代客 在马路两边各走各位 每天下班时间到 数万名成衣工人打卡 回家路上还能顺便从台湾 把蔬果 鸡蛋 小吃买回家 万头传动 全都从台湾人开的工厂涌出来 二十年来 台湾成衣仿制产业的 非洲投资潮在赖索托 劫石雷雷 目前台商请的员工 就至少有五万到六万个员工 然后你说旁边再加上来 差不多有二十万个 那他们就是给他们当地人的 就业机会这样 不知可观的就业机会 台湾仿制产业最高在赖索托 占了出口美国总额的九成 创造丰富外汇 原来美方在千禧年前后 推出非洲成长机会法案 简称阿哥瓦 萨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非洲国家 防制品外销美国免关税免配额 而赖索托这都南非国中博 工资与所得税都比南非华赛 让台商嗅到商机 整个南部非洲最大的防制成衣工业集团 就在赖索托这里 而且品牌来自台湾 使用的是非洲当地的天然棉花 跟台商当地的纸箱厂合作 最高一同消防美国市场 非洲土地产出的棉花 质地坚韌 透过从台湾采购的 僵染物化料 制造出好餐的牛仔裤 产品外销 美国Levis等知名品牌之前 纸箱包装 货车运送 产业链也靠台商称联 他做商是要抓箱 我就提供抓箱 台湾同乡的一句话 当时事业有成的吴松博全呆了 在这之前 汽修科毕业的吴松博 远弗奈索托帕帮农技团 出身的哥哥拓展事业 吴松博爱车 事业也从车上发机 爬上超过一层楼高的卡车 年近70岁的吴松博 一气呵成 从开卡车到带领UD卡车 以及日产汽车 日商严谨的要求 吴松博一一实践 在马赛鲁最繁忙的交通要导 建立标志性的汽车中心 买车 收车 加油 一站搞定 凭着台湾人的丁金 布置台商信任 当地使馆 政府机关 都在这里留下老账本 我们这边有90家的公司航号 在我们这边开户头加油 这个是美国大使馆在这边开的户头 外援机构也在这边开户头 我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 有一些公司航号的 有一些私人的 也有好多是政府机构的 像这个旁边有写字这个 这个都是政府机构的 包括后面这四部都是政府机构的 从使管车辆到军警用车 吴松博都能搞定 外加车内车外清洁 在缺乏铁路的赖索托 吴松博替官方顾好汽车 博得身后信任 机构好意让吴松博接连出任 赖索托台湾商会会长 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 吴松博积极投入侨界 更出任侨务顾会侨务委员 我们现在是一个鸟覆心弹的地方 国国委员长国内的长官 还是对我们这边非常的重视 总是语气谦虚 吴松博与朝委会委员长同政员 相互招募意见 吴松博先知 台湾人在海外不能单打独斗 请李清韦用实际行动打动各地台湾人 他们叫吴松博特懂 赖索托里我们约翰尼斯堡是400多公里 但是他只要他有时间 他们通常组一个团上来 就是开400多公里的车上来 参加个活动又赶回去 其实蛮辛苦的 慢慢慢慢的我觉得 好像也应该跟他们有一种 互相修行 就互相挺的意思 情意相挺 吴松博足迹更踏足全世界 吴松博以市总为平台串联中南美洲台商 协助成立大洋洲台湾商会联合走位 吴松博也担任乔选立法委员替乔明发声 他的妻子温玉霞 也接连出任乔务委员国策顾问 不分区立法委员 你跟我的话都说 同搜起来 我们好好同搜自己应用 夫妻同心 温玉霞与吴松博最挂心的海事教育 两人共同出任赖匪台商学校董事长 传承台湾文化 因为有这个我请的那个法人 他不要在那边了不起 我买到我这样 他以后第二天就这么会去 我就买到那个 有这个传承 所以待会去设这个学校 买到他了解我们台湾的一段 我们老师在那里教他们当地的 一星期有几个学校 我们感觉和我们这个 给他们了解台湾就对了 从原本设在赖索托的赖索托王国 征华随造 到牵制淑女镇的赖匪台商随造 创校三十多年 当年的教育 搭起当地社会与台湾人的友善桥梁 有一天我走在汤的路上 就在路上走走走 突然有一个很大 差不多十一二岁的小朋友 走在路上看到我就很高兴的说 哎 天鹊王老师 就是哇你之前种的一颗 小小的种子发芽 他记得他学过中文 他记得他有一个中文老师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如今赖匪台商随受 台带旅教育部在南非 赖索托十瓦地里的华语文 旅測验上来叶孤 台湾文化在当地扎哥 无数多准备好 交帮给第二代台湾人 在南非来讲我们是 台商第一代 第一代年纪都慢慢大了 那我们就有计划的 有计划的来培养一些新人 大概第二代给他们来接班 培养第二代接班 吴宋伯依旧像长辈一样 陪伴在非洲大盼的台湾人 立足淑女阵 吴宋伯从南非赖索托 甚至全世界六大洲台商 坚韧串联 团结一新